回家吃饭 这期节目与众不同 为什么不同 因为一上来就能吃 这个也好吃 小二吃什么呢 二伯来来来 欢迎欢迎 来 二伯先把东西放下吧 来就来来 拿东西来 不能空手了 你好 欢迎 给大伙介绍一下 这个是北京特别有名的小吃 叫羊打滚 怎么出来羊打滚了 咱这人就没准谱 驴打滚应该都吃过 知道这个是拿什么做的吗 糯米 太对了 我看二伯拿的东西 好像跟我这个小吃有点关系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糯米制品 是吗 一日三餐都吃 早上是东北的年豆包 中午没准做珍珠丸子 然后晚上我们会做武汉豆皮 又有菜 有饭 然后都齐了 所以今天年代的菜品 也就跟糯米有关系 是吗 对的 这道菜叫什么呀 这个叫三鲜豆皮 是我们武汉的一个有名的小吃 好 那么咱一会儿聊 好 之前咱们先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 从您开始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吴佩琪 是一个烘焙教室的主理人和老师 是个不专业的吃货 您这么说就很专业了 桃杨大厨 您是 你好 我是宫经一善传人 王跟章 今天带了一个也是拿糯米做的 但是是拿紫糯米和长刘糯米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还更特别了 是的 来 请您先坐 好嘞 糯米有长的还有这个圆的 长的糯米它会硬度更强一些 所以通常我们家里会把它拿来包粥 然后这个圆的糯米它的硬度稍微弱一点 粘性稍微差一点 我们喜欢用它做比如说珍珠丸子 还有今天这个做糯米饭 然后我们选用这个圆糯米 不用提前浸泡 先给它淘气好去焖 先淘好 我过来这边 那您这个不泡口感会不会差一些 不会 我们要的是比平时的米饭要偏硬一点 蒸出来这个米饭要粒粒分明 所以淘洗的时候应该多淘洗几次 把这个米浆尽量给淘洗掉 要比平时煮米饭的水一定要少一点 刚刚淹没这个米就可以了 咱们就没吃它这个口感 对 好 可以做下面的这个活了 好 咱们首先把这个肉给它放在容器里头 淀粉 抓一小板就行 对 抓一点 然后就是酱油 上一下色就可以了 对 上一下色 然后给它抓一抓抓匀 好 放在一边 好的 然后咱们需要把这个香菇 春笋 给它也切成丁 切成丁 之所以咱们的这个叫三千豆皮 大家应该可以看见 咱们这个食材里头有香菇 有这个春笋 其实有肉 对 还有肉 对 还有三千 对 对 这个看来这个主要关心的是肉 没有肉就称为三千 对 对 对 就叫三素了 对 还有一个这个豆干 改刀切成一个丁 跟咱们这个肉的形状差不多 对 对 对 我们就用这两个豆干就行了 对 现在就需要开火炒 来 您就开始了 来 好 五丰毫米三元好油 由每天回家的华日五丰赞助提供 因为刚才咱们已经抓过了 所以它的颜色比新鲜肉稍微要深一点 对 刚才大了点电子 头感更软嫩 对 对 好 咱们把这个肉给它盛出来 是直接盛出来的 对 然后咱们就开始把这个蔬菜给它做一个大大会 吴老师那您现在您还长期在武汉吗 不了 已经来北京十多年了 因为工作的缘故 就一直在北京工作了 对对对 那您可老吃不到这个了 那可不 所以没办法就自己来吧 本来想这口的时候呢 可能想着办法买 买不到 干脆自己做 对 又健康又卫生又有家乡的味道 对的 好 咱们把这个肉重新给它倒回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调料了 沿着边烹点酱油 胡椒粉 嗯 撤去酥 咱们下面呢就做这个皮儿 好 您拿这个小克粮剂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平时我自己喜欢做西餐 所以就是做中餐也忍不住拿这个秤来秤 那我们讲的如果按标准来说咱们需要几克 17克的是这个面粉 然后呢咱们要用到这个 为什么叫豆皮呢 这是绿豆粉 对 绿豆打成的粉 这个呢大概快到32克 就是一直相加等于50 嗯 好的 这个水呢是粉的两倍 也就是说50克的粉呢 那我会加100克的水 哇 很准确啊 稍微碾一点盐 很严谨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 适合咱们比方说厨房呢 不太熟悉的人 咱们可以跟他们谈过一下 对 对 对 觉得您拌这个 它属于偏稀的状态 对 它就是要偏稀 因为咱们是烙这个饼 嗯 好 把咱们那个糯米饭给它盛出来 好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糯米 咱们可以看看 是不是一粒一粒的 不是那种黏黏乎乎的 米粒就比较散 我来一个啊 嗯 对吧 真是想起那个珍珠丸子来了 它就外面剥过的那条米 就是这样啊 对 对 对 咱们现在呢 开始做咱们这个饼皮 好 嗯 同样呢 这个我们也需要一点油 但这个就是一点点油了 好 平时要是家里没有刷子 就拿这个厨房纸 给它稍微擦一下 嗯 就可以了 请大猪给我打一个鸡蛋 好的 往里头稍微加一小撮盐 嗯嗯 这样的鸡蛋呢 就很容易给打散开 倒在这里头 迅速地给它稍微摊平一点 哦 在它这个似成熟没成熟的时候 有油能性 哦 对 饼的颜色呢就慢慢变深了 而且开始起气泡了 对对对 好漂亮的颜色 底部一熟了之后呢 然后它就开 现在就可以晃动了 好 好 然后呢 咱们刚才王大厨帮忙打这个鸡蛋呢 这个时候就要用上 哦 好 稍微倒点蛋液 咱们需要的是这个蛋液均匀地分布在这个饼皮上面 所有的地方都沾一点 到处给它滤一滤 这个时候呢 可以给它关火 嗯 关火之后呢 再翻一个 可以 还要翻一次 好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把这个糯米饭 给它取一些 然后铺在这上面 中式寿司 对 一定要轻轻压一下 因为不压 它很容易就散了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把这饼呢 往上叠起来 咱们呢 一反手 就很工整地下来了 好 给它 做成咱们武汉豆皮特有的形状 这道菜的口感一定是非常好 好不好呢 我要先尝过才告诉您 那咱们接下来呢 咱们尝一下 拿几双筷子 好嘞 好 我来一双筷子 来 那咱就 咽下来 我就不客气了 一直到吃 我这个人呢 就当仁不辣 好 我先来一碗 好吃 秋香的感觉 对 然后里面的面皮呢 薄嫩 对 口感不错 里头的馅料呢 加上神菜以后啊 特别有这个神蛋味 我说您就是这个 怎么样今天做的 如果说把这皮啊 再浇一点 糯米啊 稍微再少一点 效果又更好 好好好 我家我再做一个改进 对 通过这一道简单的菜 就能感到这个 武汉人早晨 这么一天幸福的感觉 我跟您说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泰特乐原味先 美味背后 背足用心 泰特乐原味先 喊您 回家吃饭 首先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 原杏糯米呢 焖至 让这个糯米成熟 因为三鲜嘛 所以里头有这个肉馅 带皮的五花 去皮之后呢 切成丁 千万不是打成肉馅 然后再是香菇 春笋 首先是把这个肉断生 然后呢 是对这个蔬菜 进行一个爆炒 最后在出锅之前呢 把这个榨菜 进行一个翻炒 然后给它出锅 豆皮呢 它是有两种的这个粉质 一个是普通家用的面粉 还有一个就是绿豆粉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叫它豆皮的道理 这样呢 由它摊成了一个 薄薄的一个煎饼状 它的翻面之后呢 要加入一点蛋液 形成一个金黄的一个壳 将这个没有蛋液的一面 铺上熟的糯米饭 然后上面呢 铺上炒好的馅 按时之后呢 把四边折起 然后翻一个面 出锅之后呢 给它切成块 撒成葱花 咱们就能食用了 今天这料理 无论是速度 手法 到这个时间来讲 都应该说 一起合成非常棒 足见呢 是一个老手 这个季节吃这个驴 健脾补味 去食器 跟咱们今天这个节气 忙中吃点啥 命不可分 鸭肉性寒的 它一消化 它对心血管比较好 所以说呢 这个季节适合吃鸭肉 王大厨 您准备这是什么呀 你看看 这个我知道 刚才跟那个吴姐姐做差不多 这应该也是糯米 这糯米 但是我这糯米 是长粒糯米 对 刚才是圆的 这个是什么呀 紫粒糯米 糯米好像紫的 对 紫粒糯米 这个好像味道还不一样 对 咱今天拿这两种糯米 咱做什么呢 红烧 芥菜 珍珠丸 两色的丸子 那咱边做边说 大家都因为糯米 只能是当主食吃 今天呢 我做一道入菜 做个丸子 您这放的两种是什么肉馅 肉馅 你看看 两种都是猪肉吗 对 都是猪肉 红的是纯瘦肉 白的是纯肥肉 对 加姜水 什么水 姜蓉水 就把姜弄成绒 然后打成这个汁 去腥的 哦 我们就一个方向均匀搅拌 对 好 搁点盐 嗯 来点酱油 来点 好 咱们 看着腥的酱油 对 好 胡椒粉 嗯 去腥的 嗯 放上鸡蛋 跟馅在一起的效果是什么 它让这肉馅 更鲜 哦 这时候就差不多了 嗯 搁一边 来 别用 对 别用 这是我们超好的青菜吗 对 芥菜 我以为是这个油菜 还是小白菜 不是不是 这个季节正好吃芥菜 对 这个不用多得太脆 一会颜色也非常好看 嗯 浑素 搭配 脆绿脆绿的 很有春天的感觉 对 我把它水挤一下 水分充分挤出来 对 你不挤了一会儿肉里边就会蟹 哦 虾仁 嗯 超过水的虾仁 嗯 稍微剁一下 不要太小 太小了以后咱们吃不到 对 像你喜欢吃这个肉的 我这都是那种大的胳膊肠那么虾 好 哎 整个放里面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来点胡萝卜 嗯 增加它的颜色 对 胡萝卜也是超过水的 而且胡萝卜加在馅里 它要有一种这个脆的口感 嗯 也是脆 也是甘甜 嗯 对 香油 来点香油 好 来 拎到 好 谢谢 好 嗯 好 这个基本馅做好了 嗯 咱们搁边上 我再拿一个盆过来 好 吴老师一般做馅都会 做什么样的馅 比如说牛肉馅 哦 里头可能会有西葫芦 牛肉的口感偏柴一点 嗯 加入这个水质 稍微多一点的蔬菜呢 调和一下这个口感 今天那个王大叔 说的这个 要加进这个米我非常非常期待 对啊 一般馅很少加糯米 对啊对啊 黑丝米啊 嗯 有这个黑珍珠支撑 补中益气 比普通的这浆米的效果还要好 基本上就好了 可以了 对 这个馅比例大概是多少 看你个人口感爱好 嗯 但是不能太多 嗯 顶多了不能超过这个肉馅的三分之二 如果超过它就会发散 哦 它成不了团 大概是个三分之一的两个人 对 三分之一 隔一点电粉 嗯 嗯 隔一点电粉呢 会不会为了让它更成型 好 嗯 我其实感觉现在这个做馅是像炸板子 咱们蒸的 哎 好 好 这个背边 蒸的这个热量 它更低 对 对 放白的 长粒的 你看这个就明显它就很糯 对 它就不容易分开 对 很有粘度这个 这个颜色很漂亮 看着有食欲 对 这边就是一个 家里如果说弄这个粘手的话呢 搁点水会更好 尽量它圆就可以了 对 我说您要说您非喜欢这个团香 也不是不行 四边香 卡榔子香 对 也都可以 主要您做的竹来 好 你看 这个颜色就像这种不太一样了 对 再过周末 嗯 这又是一道新菜给孩子尝尝 对 因为我估计小孩都喜欢吃 肯定喜欢 对 好 可以了 对 上去蒸六七分钟就好了 这个我不是二位对这个糯米 有没有那么多了解 因为我知道咱们中国好多节日都用到糯米 重色节 对 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这个端午节 正月十五 元宵 汤圆 您还知道什么吗 喇叭 喇叭 喇叭吃蒜 那是粥 喇叭粥 对对对 咱说说为什么要到节日里要有糯米呢 个人觉得首先它是有一种互相粘连嘛 团团年年的感觉 对 寓意好 寓意比较好 对 用糯米它可以酿成酒 过去那时候资源不是很发达 那时候又能酿成酒 又能做出美食 所以古人认为这糯米很神奇 对对对 它哇塞 能变成这么多好的玩意的东西 所以每回重大节日的时候 都把糯米放在第一位 对对对 是不是很长知识 长知识了 因为什么 因为池博士的知识就是这么丰富 红烧嘛 离不开酱油 对 好 这汁就可以了 对 很轻松 看看我们的蚊子怎么样了 哇 看一看 入锅稍微烧一下 嗯 勾芡 这个勾芡 最后 对 好的 好 很漂亮 大功告成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肥瘦肉馅拌在一起 加盐 胡椒粉 再加其他的原材料 超过水的芥菜 胡萝卜丝 虾仁 搅拌好以后 备用 长粒糯米和紫粒糯米 它分别拌入这个搅好的肉馅里边 把它挤成丸子状 上体蒸 大约蒸7到8分钟 做一个红烧汁 盐味 酱油 调好口以后 把把子倒在底边勾芡 出锅就好了 太太乐原味鲜 美味背后 背足用心 太太乐原味鲜 喊您 回家吃饭 来 你尝尝 我尝一尝 首先呢 尝一个这个紫的 好 我也特别期待 您吃一个白的 我吃一白的 好吃 不仅是一口能咬到 这个糯米的这个香味 还有肉的香味 对 加上我们这个芥菜的这个脆感 还有这胡萝卜的脆感 嗯 口感太好 而且是香而不腻 对 嗯 还有这虾的鲜味 你说这虾的鲜味 是不是 吴老师您吃这个感觉怎么样 嗯 非常好 非常好 又学到一招鲜 嗯 真的不错 我跟大家说 平时呢 我吃糯米的 一般都是粽子类的 今天呢 我们把这个糯米 做成馅儿 对 别有一番风味 我没想到糯米还能这么吃 我很感谢二位 给我们带来这么不一样的一个糯米大餐 我相信很多人爱吃糯米 但并不知道糯米有什么做法 您看了我们这些节目 我相信您就能更深地了解糯米怎么吃 跟家人好好分享一下 希望糯米给您家人带来一对快乐的美味 我印象了一样的东西 祝福 再来 增图 再来 请沙子